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港股昨日又是一谈计算 十天平均线的阻力仍然非常大 隔晚港股的预托证券ADR是向下 横止今早或低开约200点 逼近22000点的心理关口 隔晚 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指收市跌54点或0.29% 报在18868点 结束了七连涨 标普500指数收跌0.16% 报在2176点 纳指升0.36% 报在5294点 投资者同时就继续留意了联储局官员的讲话 其中是路易斯联储银行的总裁布拉德就表示 他仍然倾向在12月进行加息 如果联储局在下个月不加息 他会感到惊讶 而此外 联储局主席耶伦今晚会出席国会听证会发言言论 或会为年底加息的异象式带来启示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在220072点 较周三收市第208点或0.95% 港股昨日是先高后低以全日的最低位进行收市 报在22280点 跌43点或0.2% 横指短期阻力在22500点以及10天线附近 重要支持为参考11月9日低位21957点 再来关注焦点股份方面 腾讯昨日收市之后是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纯列是按年升4成3 期内非通用会计准则赚117.37亿元人民币 符合市场预期 腾讯昨日股价一度抽升3% 其ADR隔板是偏软 抱在193.78 跌3.12元或1.6% 留意今日股价表现以及券商的最新看法 再来看20号的惠德峰 惠德峰以63.88亿元是夺得了位于九龙堂 庆发道对出的用地 交市场估值是借户57.2至61.6亿元为高 而信力国际就公布了首三季的股东应战利益 是达到5.66亿元 按年下跌3.9% 第三次中期派息为两线 留意今日的股价表现 今日有多家的公司将会公布季度业绩 其中以力标品牌 华宝国际以及百胜集团的业绩 是最为受到券商的关注 留意今日的股价表现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会是怎么样的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连先 要财证券的事务总监 郭思智郭先生 来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郭老师你好 你好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A股方面 那么周三市场是小幅波动 那么身强护弱 那么连续上涨之后呢 也是有一个调整的需要 那么仍然是这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 那么美国大选落地之后呢 市场也是出去这个连续的上涨 所以户指呢 也是接连创出了反弹的新高 那么最近两日呢 是开始有所调整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在3200点 这个位置还是有非常强硬的 这样一个支撑的 那么郭老师 你怎么看A股今天的表现呢 暂时来说 暂时来说 A股还是在一个稳定的那个上升之中 就是在一个3200点以上的话 发觉那个动力还是不太足够 我有说的就是自从那个上升之数成功升破 今年8月14号的高位3144点之后 整个A股已经在一个 往上寻找今年高位的走势之中 当然现在看起来 由于动力不太足够 等于说A股是有一个往上寻找高位的营态 可是暂时可能是不会去得那么快了 尤其是不少的那个股份 在近期的升浪当中 已经累積了不少升幅 所以变成在3200点左右的水平 可能会稍微整顾一下 要是任何的回度 最重要的支持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3140点 只要上升之不跌却这个支持的话 我想问题应该不会太大 好那么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么横止周三呢 是没有能够站上5日均线 反而是再度的打到半年线的附近 那么一般两次支撑的这样一个力度 都会比较弱 那么除非是有利好的消息 那么否则从美元如此强势来看呢 大概率港股还是会继续往下探底的 那么可能半年线呢 也是挨挨可危啊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 操作上以回避来这个风险为主的话 那么郭老师 港股的走势应该会是怎么样的呢 当然这个月还有大概10个交易天算起来 现在的股市走势还是不明的 尤其是恒生指数到目前为止 还是不能够成功回升到雪天平均约约线之上 等于说整个走势还是有机会进一步下市 这个月9号的地位21957点的 还有所有的就是在这个水平其实来说 还有不少显身工具 所以短期之内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利好的消息的话 股市我想暂时还是整股不前的 当然了没有黑天鹅事情发生的话 我也觉得股市不会大跌的 等于说现在是整股挡变 当然月底之前 香港通会有什么的消息 现在大家的确是有一点期待的 不过我总是觉得 就是香港通真的是说 什么时候开通 也并不代表股市会马上会大幅度上升 只是对股市来说 是有一个一点一点的利好的这个上网的憧憬而已 好的 感谢郭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详细分析 希望郭老师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1块中国移动涨2毛5 建设银行涨4分 工商银行5涨幅 中国银行涨2分 港交所涨4毛 中国人寿涨1毛5 邮邦保险涨2毛5 腾讯控股跌4毛 金沙中国涨9毛5 长河跌8毛5 新红基地产涨1块2 九龙舱涨1块2 中国海外跌5分 华润置地涨1毛2 中海油涨8分 中石油跌1分 中石化涨2分 宽冷能源涨5分 中国神华涨1毛2 接下来来看一下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美国克里夫兰联储局的行长梅斯特 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就表示 联储局不必为美国大选总统的结果 之后市场的走势有过度的反应 因为现实就任何新支出或者是贸易政策 做出预测仍然是言之上早 所以计划仍然是足步加息 他就预计联储局将会在12月时再度加息 当财政政策情况更加明朗之时 加息将会做出反应 但也要根本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情况 他就指出 经济正在达到联储局对通胀以及就业的目标 因此似乎是非常适合开始上调利率 再来看外汇市场方面 美汇指数创下于13年的高位 美汇指数高见到100.57 是2003年4月以来的最高 其后在100.3的附近 主要是因为市场就继续压住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可以推高通胀 促使美国加息的步伐是有所加快 美汇指数已经是连升8日 累计升了3.5% 是去年5月以来的最大8天升幅 而至于美元兑日元是高见到109.75 是再次创下5个半月高位 但尾段回软在109关口附近是进行上落 腾讯总裁刘志平日前就表示 现实香港只有少数银行 允许透过银行卡绑定WeChat以及QQ的账户 若要透过信用卡支付涉及交易成本高昂 他就表示集团会继续在香港是提供支付服务 但认为香港的支付发展与内地有很大分别 他就表示集团支付服务的长远发展策略 是希望服务不同的地区以及市场 而首批服务对象是经常外游的内地旅客 希望让他们可以透过微信支付 以及QQ钱包在海外进行支付 他就认为香港市场有很多持续防港的内地旅客 很多港商也是欢迎使用微信支付 另外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就表示 目前集团大型多人是在线游戏 每个月每户收入将会介乎于310元至450元人民币之间 而至于智能手机游戏 每月每户的收入就介乎在145以及155元 美国能源资料协会就公布表示 上周的美国原油库存增幅是大于预期 进口上升以及原油胶割地库心软是有所增加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是增加了530万桶 增幅是多过市场预期的150万桶 而期内美国原油日进口量增加到了91万桶 大量进口令到美国炼油厂聚集地 墨西哥湾的库存是增加490万桶 美国原油胶割地库的库心存量是增加到69.1万桶 上周炼厂产能是利用增加率是达到2.1个百分点 日炼油量的增加是达到30.9万桶 美国上周的汽油库存增加74.6万桶 市场原先预期将会减少41.6万桶 美国蒸油油库存增加31万桶 市场原先预期则会减少170万桶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港开市通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